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邦少爷姐 现在又是吃桑葚的季节了 桑葚好吃又有营养 但是桑葚这个表面是很难清洗的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正确清洗桑葚的方法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将要清洗的桑葚放入盆中 桑葚表面有很多灰尘 细菌 以及农药残留 所以一定要认真的清洗 首先用冷冻水抽起桑葚表面的灰尘和农药 就像这样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然后再准备一个容器放入清水 要把清洗的桑葚放入水中 往水中加入食盐 接着再放入少量的面粉 将其搅拌均匀 加入食盐是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可以去除桑葚表面的细菌和附在果肉表面的重软 而面粉吸附能力特别强 可以有效的将桑葚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吸附掉 搅拌均匀后我们需要静置三分钟 那么时间到我们再把脏的水倒掉 再用冷冻水冲洗一到两遍 用这个方法可以将桑葚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不会影响它的口感 爱吃桑葚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试试这个清洗的方法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洗桑葚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适用呢 想看更多水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也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